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必然就有纷争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不懂人情世故 就难免要多走很多弯路 针针见血 字字朱击 不管是工作 感情还是生活 读懂你就一定有所收获 一、关于人际 一、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 吃了就没了 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 留下就永久在 这就是人性 感悟 年轻的时候 谁不是捧着一颗真心 希望换来真的感情 直到遍体鳞伤之后 才明白 成年人的关系 不是所有的掏心掏肺 都能换来感激不尽 无条件的付出 受伤的只会是自己 俗话说 茶不过浓 饭不过饱 请记住 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 二、这个世界 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没有几个 大多数人只会偷偷看你的笑话 当你和周围人一样平庸的时候 大家还能成为朋友 而当你一招得意 身边的朋友注定越来越少 因为你的成功会无形之中引发大部分人的痛苦 你拥有的越多 就会让他们越反感 嫌你穷 怕你富 恨你有 笑你无大多数关系都是如此 三、长大后才发现 有时你说了真话 你还得和人家道歉 因为你戳穿了事实 所以想要活得顺畅 请时刻带上脑子 感悟 读书的时候 老师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进入社会才知道 不是所有的真相都能全盘托出 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能意图为快 有时候 你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语 会不小心戳痛了别人的自尊 有时候 你不假思索的一番言论 会使和谐的气氛变得尴尬 实话实说 虽然坦荡 却可能带给别人伤害 保持沉默 看起来懦弱 却能维持彼此的体面 成年人的世界 有些话宁可烂到肚子里 也不要摆到台面上 这不是虚伪 而是一种情伤 四 永远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 就算这个人是你的父母 伴侣 到最后 你会发现 就算用尽自己的一生 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人 很多时候 人之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对身边人 设置了太高的期许 做儿子的 希望父母有钱开明 做丈夫的 希望妻子知情识趣 于是 我们费尽心力 想要把对方改造成理想的样子 但到头来 只会引发鸡飞狗跳的闹剧 你要明白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都有自己难以改变的习惯和秉性 与其在别人的生活里 指手画脚 不如先想办法改变自己 二 关于工作 一 不要工作一友不顺心 就想着辞职 世界没了 你照样转 但你没了工作 连生活都成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对工作 气急败坏的时候 也许是难缠的客户 也许是严苛的领导 也许是难处的同事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让我们厌倦不已 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 让我们烦躁不堪 正如有句话说 生活里80%的痛苦都来自上班 但如果不上班 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没钱 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其实不是工作需要我们 而是我们需要工作 比起整日怨天尤人 动不动拿词指说是 能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 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成熟 二 职场只有功劳 没有苦劳 职场不相信眼泪 只相信价值 就算你拼死拼活 为公司做事 每天加班到12点 甚至熬红了眼睛 可如果没有亮出成绩 一切都是白谈 因为别人只关心你有没有本事 拿出了什么结果 创造不出价值 老板不辞退你 就算你走运 三 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 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 职场最忌讳的一种人 本事不大 脾气不小 领导几句批评 就立马破防 同事好心提醒 就瞬间情绪失控 但是到头来 一地鸡毛没法收拾 只能厚着脸皮 让周围人看笑话 何炯说过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 能够不将负面情绪 带给他人 才是真正的修养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是你最大的加分项 四 每个公司 都有各种让你不满意的点 不要盲目觉得别人公司好 自己公司垃圾 人 总是喜欢站在自己的风景里 仰望别人 你拿着高薪 却又羡慕别人的轻松 你工作自由 却又羡慕别人的待遇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公司 有诸多不好 觉得别人的工作顺风顺水 但就像民间那句老话 只看到别人吃肉香 看不见人家养猪男 别人的风光 也可能只是表面的 别人的付出 你未必能承受 所以与其羡慕别人的光鲜亮丽 不如沉下心 做好守头的工作 当你把守头的事情 做到极致 想要的待遇都不成问题 三 关于成长 一 学了二十多年的对错 却发现现实只讲输赢 成年人的世界 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对错 只有实力的强弱 以前我们也以为 这世界讲究的是公平 但现实会在不经意间告诉你 弱肉强食 才是这个社会的真相 所以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强大 比什么都至关重要 二 如果你是三无家庭出身 无资源 无眼界 无背景 那么周围的亲戚朋友的建议 最好是不要听 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亲戚吗 他们时常爱指导 别人怎么挑选伴侣 还经常自以为是的 为你的生活提供建议 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建议说明自己阅历的丰富 可实际上 他们的认知早就落后 十代几十年 遇到这样好为人师的亲戚 尽量少按他们的意见形式 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划 大概率会走上 和他们一样的人生 三 向上的通道必然艰辛 但向下的大门永远打开 在这个时代 普通人想要逆天改命 着实不是一件意识 但你要明白 社会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水 每个人都要用尽全力 才能不被水面没过脖子 勤劳上进 不一定能让你发家致富 但懒惰成性一定会让你一夜返平 不努力 生活随时会给你一巴掌 让你绝望到痛哭流涕 四 运动健身 按时吃饭 坚持阅读 当你在人生任何阶段感到迷茫时 做这些总没错 时代的红尘滚滚向前 普通人如蚂蚁般被裹挟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都有彷徨无措的时候 都有迷茫不安的时候 当你看不清方向在哪里 不妨沉下心来把眼前的生活过好 没事早点睡 有空多读书 闲时多运动 坚持一年 就算你还是没有目标 也能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充实的脑袋 而这些 这些足以让你超越80%的同龄人 四 关于人生 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的只有几步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有好几个岔路口 高中选择专业 大学决定工作 毕业后挑选伴侣 人生的路 没有标准答案 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摸索 真正能保护你的 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么反过来 真正能伤害你的 也是一样 自己的选择 二 凡是让你爽的东西 最终都会让你痛苦 凡是让你痛苦的 最终都会让你有所成就 那些低级快乐 比如短视频 网络游戏都会让你立马产生爽感 但这样的爽感 只会拉扯着你的人生不断下沉 相反 长时间的学习是痛苦的 专心致志的工作是痛苦的 但只要你坚持下来 命运就会在悄无声息间发生转变 这世上 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 所有的蜕变 都是以痛苦为代价的 三 懂这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是因为人生懂道理的门槛很低 但是按照道理去做很难 人生最大的难题 是无法跨越知道和做到之间的巨大鸿沟 知道自己胖 但还是胡吃海喝 知道自己懒 但还是松懈散漫 有句话说 骗自己很容易 哄自己很容易 面对自己 很困难 你只有真的看清自己的不足 并努力发生改变 生活才能随之改变 四 认清生活真相 还依然热爱生活 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社会很残酷 改变很痛苦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生活呢 罗曼·罗兰·罗兰说 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看清生活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人生最大的意义 是熬过眼前的苟且 扛住生活的暴击 在困难中不断超越自己 当你穿越风雨 定能迎来更新 更好的明天